今天第二場演講是由Andy 帶來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 in Carlin 其實Functional Programming是最近 蠻多人會討論的一個主題 你去用全螢幕就 然後Andy也是在社群中 也是有蠻多演講的一個很經驗的講者 之前有舉辦過讀書會 話不多說來 歡迎And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在 Carlin 我們知道就是 Carlin 其實它支援了很多的范式 譬如說像是 OOP 或是像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為什麼需要那麼多范式呢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利用 各種不同范式的優點 來做出我們想要的效果 而不用只是被某一種范式的 限制住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一個Andyoy跟Flutter工程師 那我現在是會是Hoteling讀書會的志工 那剛剛旁邊看那本書呢 我有幫忙審教一下 那下面是我的資訊 那我今天會介紹的內容大概是分為這四個部分 我會介紹的是什麼是Function 那第二部分是什麼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會是著重在說 那我們知道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它呢 那第四個部分是我會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在Code裡面呢 比較著名的一個叫做Error的一個韓式庫 那它是用來擴充這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在Code的應用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什麼是Function 那其實Function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時候 我們在學數學的時候 它就已經知道了 因為Functional Programming這個概念呢 它就是從數學的理念來的喔 那所以我們先從數學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這邊看到了一個叫做1元2次的方程式 那這個1元2次方程式呢 我們應該是非常熟悉的 那左邊是我們的等式 就是我們的結果 那我們Fx呢 它會等於右邊的這個算式 那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x大於2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我們把每個x大於2 會得到一個11的結果 那所以說如果是F3呢 可能會等到18 那F4是2元27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說 每一個結果 每一個帶進去的值 它都會對應到一個特定的值 所以我們把這個圖畫出來一個MAP的圖 那當我們輸入一個1到6 或是到任何一個值 我們對應到的是一個固定的值 無論我們怎麼樣去計算 它都會得到相同的值 也就是說這個嘗試它是唯一的值 它是每一次呼叫它都會是得到唯一的值 好那我們回頭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是從數學的理念來 所以我們剛剛知道了 剛剛提到的這個 這個1元2次的放生式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我們怎麼樣傳進去的值 都是唯一的 所以這邊是一個危機百克的定義 它告訴我們是 它是一個生命式的語言 然後它的定義就是 把值的一端映射到另外一端 所以這個映射的過程 它是唯一的 就是唯一的 那它當然可以多對一 也可以一對多 多對一啦 不是一對多 所以它可以多對一這樣 所以呢 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領域呢 它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的韓式 當作是 我們把我們的計算 我們的執行 當作是一個韓式 就是我們以前認識的那些韓式 那它裡面 要滿足兩個條件 希望滿足兩個條件 就是 是沒有狀態值的 然後它裡面用的是 immutable 就是不可變的 所以當我們在 用culting 在做一個實作的時候 我們很常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傳出來 是一個immutable的變數 那這樣好處是什麼 我們可以確保說 這個值 就是我們傳出來這個值 不會被變 在這個時間點 不會被變動 那我們傳進去呢 它也不會被變動 那我們要怎麼樣變動 我們要用 可能是 toimmutablelist 之類的東西 那toimmutablelist 它會建立一個新的list 那就跟原來傳進來這個不一樣 所以 所以我們原來這個list 就會被改變 那 no state 是什麼意思呢 no state 就是 每一個韓式 我們裡面都不會有任何stay 我們不會改變任何stay 我們不會根據任何stay 來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韓式 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動作 就是這樣子 好 那 再講這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呢 今天會 大家帶到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pure function 就是純韓式 那第二個部分是higher order function 就是高階韓式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lander expression 就是lander的表格式 那所以第一部分是pure function 就是我們的純韓式 那前面我們剛剛看到是這個韓式 就是一個一圓二式的方程式 那這個特性呢 就是這個韓式有一個特性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它每次執行呢 我們都可以得到一樣的相同的結果 所以這是第一個特性嘛 那第二個是我們不會影響到方程式以外的數值 也就是說如果有另外一個方程式 其實我們帶的x跟另外一個x是沒有相關的 它不會有任何影響 它不會有影響到 所以我們把這個特性 就會把它引用到我們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裡面 那在程式裡面 對我們寫程式裡面的韓式 我們要哪些才是我們的存韓式呢 是每一個東西都存韓式嗎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我們的乱數產生器 假設有一個乱數產生器 這邊的乱數產生器 它的名稱叫做renterInt 那它有帶兩個參數 一個是start 一個是end 那如果當我們沒有帶參數的時候 它的預設值是0跟10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rander的一個參數 一個存韓式去取的這個值 就是start 然後一個range 然後end 等於在這個range裡面去取這個參數 那為了要驗證它是不是存韓式 所以我們看看說它是不是 執行的10次 它是不是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當然因為它是rander number 所以它不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可以畫出這個map圖 就是當我們輸入的值是0跟10 這個start end 我們可以對應到0到10 任何一個值都有可能 所以這我們剛剛的定義 它就可能就不是一個存韓式 所以我們剛剛看喔 它是一個存韓式 它每次都相同結果嗎 它不是 它其實不會 但是它不會影響到外面的數值 因為在它裡面它沒有其他state 它只有傳進來這兩個值 去影響 去得到它的結果 所以它 雖然它滿足一個條件 但是它不是一個存韓式 那接下來是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數字過濾器 所以假設我們有一個list 它是 假設我們有一個韓式 它叫做large length 3 那這個韓式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帶入一個list 這個list呢 是一個 含有整數的一個list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韓式 去把 把裡面的大於3的值過濾出來 可能裡面有小於3的值 我們就不要了 譬如說這樣子 那我們可能會在裡面 先定義一個mutable的list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會存入多少值 所以我們用一個 mutable可變的一個list 去把它存存我們的result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能用一個回圈的方式 那這邊用的是一個forH 那來去把它 去看每一個list 帶進來的list的值 那帶進來的值呢 我們會根據我們的條件 也就是我們 中間看到的這個if判斷式 來去做一個判斷 那所以這邊的條件 就很簡單 是說大於等於3的值 我們就會把它加到result裡面 那最後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值 把它return出去 好 那這就是我們數字過濾區 就是 我們如果定義一個list 它是0到6 013456 那我們把它傳到 我們的large length 3的這個 這個韓式裡面 那我們可以得到的是一個 3456的一個 一個結果 一個list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執行了多次 譬如說我們執行了三次 那當然結果也是會一樣的 所以 我們可以從這個map的圖來看 就是 當我們傳進來的這個 0到6的一個list 我們一定會得到一個3456的一個值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存函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存函式的定義 它每次執行都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對 那它會不會影響方程式以外的數值 它也 它不會 不會 對 所以 這就是一個存函式 好 那講完存函式 我們接下來 這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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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叫做 高階函式 那其實高階函式 在我們的 functional 就是culting裡面 很長被運動到 那高階 什麼是高階呢 其實 聽起來很玄 其實它沒有很多玄 因為 因為在culting裡面 它的function 它是一個 一級物件 一級的東西 那什麼是一級呢 就是它可以擺在物件以外 就是它的函式可以在物件以外去定義 它不需要定義在函式裡面 那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函式呢 它可以當作 當作是一個變數把它存起來 所以它可以把它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或者是一個data structure裡面 那甚至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變數存到一個function裡面 然後當然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履造 存出來 但是 當我們把函式做這個動作 來做一個存取的時候呢 這就是一個高階函式了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function 就是叫做is even 那這個function是用來判斷 這個帶進來的整數 它是不是一個偶數 那我們這邊很簡單 我們只是用一個 用一個百分比二的一個方式 來去看看它是不是 它回傳的餘數是不是等於0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例子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它存成一個變數的話 我們要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知道變數 每一個變數它都有一個type 就是它有一個型別 那function的型別是什麼呢 那這邊是一個問號 那是什麼型別呢 我們看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 我們帶進來的是一個 這是我們的input input是一個int 就是integer 那我們output是一個boolling 那對應到我們這邊的 這個type呢 就是 左邊用刮號刮起來 是一個 它的input的型別 然後中間用一個箭頭 然後代表是 右邊的是我們的result 也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的 它叫做 function type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 它就是我們的方形 type 有一個箭頭 是一個 有一個箭頭在 左邊是 input的值 然後 右邊是output的值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說 其實在右邊 我們有用一個雙棒號 來把這個is even傳給它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 在cortly 這個雙棒號 是代表這個function reference 表示說 這個值 它是reference到這個函式 所以 我們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就是 我們先定義了一個函式 譬如說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把這個函式 用reference的方式 去把它傳到 這個變數上面 所以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我們 這個 就是一個高階函式 那 我們 如果我們不想要定義一個is even 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 在這個等號後面 就直接把這個 這個函式 就把它寫上來 那這邊呢 我們用一個是 大括號把它誇起來 然後我們把內容寫在這裡面 所以 注意到說 這邊是一個大括號 大括號就是包的是一個 一個 我們的韓式 匿名韓式 所以你看這邊沒有 沒有一個名稱 沒有什麼is even 這個名稱 沒有這個名稱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 一樣是用一個箭頭 去區隔說 input跟output 這樣子 那當然這邊 可能沒有一個booling 所以因為這邊就是一個booling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這邊的check event 它的型別它是 輸入是int 然後輸出是booling 然後我們等號右邊的 它就是用一個大括號包住 這樣一個動作 那這樣一個動作 用大括號包起來的 我們又稱它是一個lambda expression 就是lambda的表達式 那 高階韓式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有什麼樣的用處呢 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些韓式 丟給別人做運作 那譬如說 以這個例子來說 假設有個list 它是0到5的一個number 就是有一個integer的number 那 我們想要去列印它所有的 所有的數值 我們只要這樣子是number for each 那這個for each呢 它就是一個高階韓式 因為它把這個println 帶進來 那我們剛剛看到說 裡面前面如果帶兩個冒號呢 它是我們的function reference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println 帶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for each裡面的實作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riterable的一個type 所以它for each呢 它裡面這個是有一個ation 那這個ation 就是我們這個ation的type 就是我們剛剛提面看到的是 輸入是一個t 那輸入是一個unit unit就是在 在coater裡面 就是一個void的意思嘛 所以它就不做 不回傳任何值 就是做一個事情 那所以跟我們傳進來的println 是一樣的意思 那只不過這邊的t 是integer這樣子 那看到中間呢 是一個for each for回圈 那它會把每一個 帶進來的這個值 去做一個辨訪 所以它會去 每一個值 它都會去執行 它ation 那這邊很單純 就是執行這個println的動作 所以 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下 就是說 當我們用高級橫式 我們就可以減少一些程式吧 因為如果不用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寫這樣一段程式碼 來去列印裡面每一個值 好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這個lander expression lander expression 它其實 它就是一個匿名函式 那匿名函式就是沒有名稱的 所以 我們可以把這樣子一個東西 直接定義在 我們想要定義的地方 我們可以 應該說可以定義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是用一個大括號 定義起來 大括號包起來 然後在箭頭的前面是我們的參數 就是我們input的值 然後 而箭頭的右邊 是我們的韓式的內容 就是我們要執行的內容 那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 我不需要韓式的名稱 然後 如果我們的韓式的最後一個參數 是韓式的時候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韓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個lander expression 把它 帶到最後面 所以我們後面 等一下就會看到一些例子 它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 我們今天 剛剛看到的那些 Function Programming的一些內容 就是我們剛好了解到說 什麼是Pure Function 什麼是純韓式 純韓式就是我們的韓式呢 就是我們每次輸入的值都有相同的結果 那我們在每一次的呼叫呢 我們是不會影響到其他的值 叫做純韓式 那什麼是高階韓式呢 高階韓式就是 我們的韓式 我們可以把韓式當作我們的參數傳進去 甚至我們可以把韓式當作我們的變數 存出來 就是我們的高階韓式 所以我們有了這兩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Function Programming 在我們程式碼裡面 那 在開始 繼續探討之前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其實Function Programming 它有三個類型的韓式 三大類型的韓式 分別是 過濾轉換跟合併 那就是Filter、Transform跟Combine 那這三種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用這個圖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Filter它是傳進來的值 這邊是一個T嘛 它傳出來 經過它的轉換之後 它還是一個T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的 那個過濾數字的一個例子 那傳進來是一個T 傳出來也是一個T 就是我們的Filter 那經過我們的條件 那第二個轉換 它是傳進來是一個T 那經過轉換之後 它會把T變成R 那之後可能會變成ListR 所以它還是List 但是它裡面的值可能不見了 變得不一樣了 那這就是我們的轉換 那Combine是什麼 Combine是 進來可能是一個ListT 那經過我們的轉換之後 它可能會變成一個R 就是它不是List 它就是變成一個單一個值 就是我們的Combine 所以 廣義來說 可以分成這三類 那其實不只是Cortley 其實各大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都有這三類的函式 那只是有些 有些名稱它可能用的是 比較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都會用類似的名稱 所以我覺得學Functional Programming 蠻好就是 我們在不同的語言可以看到 相同的設計的理念在上面 所以我們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 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學不同的語言 那我們首先要先看一下第一個就是我們的Filter 那這是我們剛剛前面的例子 就是 這邊有一個例子就是 就是剛剛前面的例子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例子 我們做了三件事 第一個事情是我們先建立臨時的變數 我們為了要存這個履造 所以我們建立一個臨時變數來存這個結果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要執行我們的過濾條件 所以我們用一個4H來去看這個List裡面每一個值 然後來去根據我們的條件 來去判斷說哪些值要去加到我們的履造裡面哪些不要 所以這就是我們過濾條件 然後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結果傳出去 所以完成一個過濾的一個函式 我們需要做這三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剛剛前面有看到這個結果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值傳進去 我們會得到3456 那我們呼叫多次我們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在前面得到的一個共識 那如果我們今天用的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Filter的函式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在這邊用一個Filter的函式 那在這個後面我們用的是一個大括號 所以這個大括號 我們剛剛前面知道 這個大括號代表就是LandaExpression 所以它就是一個韓式 所以它就是一個韓式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it大於3 大於等於3帶進去 那它就是等於說把這個條件帶進去 它就會幫我們過濾出來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結果就會跟我們剛剛是等於的 那我們可以寫的更簡單就是 這邊是兩行嘛 就是Filter 然後又把它這個結果再印出來 把它存到0次變數再把它印出來 我們可以用更簡單的方式就是用這個Scope Function 那這個Scope Function呢就是像比如說 RUN、OSO、APPLY之類的 那這邊用一個RUN 那可以看到是用我們剛剛用一樣的方法 就是我們用一個Functional Reference的方式 去把這個println帶進來 那所以帶進來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行的方式去完成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如果我們用傳統的方式來去做 我們需要1、2、3、4、5、6、7 可能會需要7行的動作 如果不包含這個Function的名稱定義的話 但是如果我們用的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方式 我們可能最多最多只需要一行 最多兩行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個優點就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所以我們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來設計來定義 它會程式碼會變少 好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這個圖 就是這個filter呢 我們會傳入的指是一個 譬如說T 譬如說我們剛剛的 剛剛的例子是Integer 所以我們經過我們的條件 我們會傳出來一樣是Integer 一樣是我們的T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filter 傳入的指跟傳出的指 的type是一樣的 好 那到目前為止有問題嗎 好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是轉換 其實轉換呢 其實有點類似filter 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希望說 這邊有一個List 是一個Stream的List 譬如說有一個Andy Ellis Johnson 跟May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名稱 不要用這個名稱 我們把它轉換成它的Length 就是用Length 就是用Length 當作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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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th 這樣子 轉成Length 那 我們會怎麼樣定義呢 第一個是我們要定義它的 韓式名稱 那這個韓式名稱 就會叫做Transform to SizeList 類似這樣 那它會怎麼樣輸入 Input的指呢 它Input的指就是一個List 對不對 然後它的Type就是會是一個Stream的List 那我們希望它回傳什麼 希望它回傳的是一個List的Integer Integer的List 所以 原本是Stream 然後它經過轉換之後 它變成Integer 所以這是轉換 那它會怎麼做 那它會怎麼做 同樣我們會先去定義一個 可變的一個List 是一個鋁造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能會需要 一樣用Fall 我們這邊是用Fall 那 用Fall去看每一個List裡面的元素 那 然後會把裡面的元素的Length 把它加進去我們的鋁造裡面 那之後呢 我們可能把它 把這個鋁造 傳出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動作跟我們前面的類似差不多 那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結果 就會是這樣的結果 就是 原本是一個List 是一個Stream的List 然後我們把它傳到我們這個List之後 我們就可以 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StreamList 經過我們的轉換函式之後 我們會得到這個 這個StreamList 而InstegerList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用的是一個Also 所以其實 這個Scope Function 我們可以用很多種來去組合 不一定要用剛才用Run 好 那 轉換函式呢 在Corting裡面 一個叫做Map 我們在介紹一個叫做Map Map就是 很像是 我們把這邊的值 映射到另外一邊的值 那它用什麼方式去映射呢 那就是用這個值 用這個方式去映射 所以 這個It 就是代表說 它每一個值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元素的值 它都會變成It 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就變成It 然後的Lens 就會把它 塞到另外一個新的List裡面 那 所以這樣子 我們就會更清楚得到說 這個Nam 經過我們的Map 轉換之後 我們會希望把它的 每一個元素的Lens 轉換成 應該說 把它的每一個元素 String轉成它的Lens 這樣子 然後之後可能就把它 為了顯示我們把它列印出來 所以 同樣的 我們跟前面的來比較 就是 這段函式 它也是用了比較少的程式碼 就完成一樣的動作 那 我們 也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 List 它是 左邊是輸入一個T 也就是說 我們 輸入的是一個 剛剛是看到那個 是一個String 那 經過我們的轉換 我們的轉換 是會把這個 String轉成Integer 這個轉換過程 就是我們在 我們要在我們的 我們的韓式裡面去做一個動作 那 我們在 我們在前面的例子就是 我們會在 這個動作呢 是用這個 LenderExpression 來做一個 定義 那 在這個結果 會出來的 就是一個ListR 這個R就是Integer 所以轉換呢 就是把String轉換成Integer 所以它會是不一樣的 情別 那第三個呢 是我們的合併 那 合併呢 就是 合併呢 就是我們 剛剛有提到說 它會把所有的值 把List裡面的值 去把它 集合 變成一個 單一的值 所以我們用一個例子 來做一個示範 就是 假設我們有一個 List 它只有Integer 然後我們希望 加總它 那 加總它 變成一個Sung 那當然我們可能用 用傳統的方式 我們可能用一個Forg圈來去做嘛 那 為了要把它 包成一個韓式 我們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可能 呃 傳入一個List 那叫做Numbers 然後我們會把 先定義一個 呂造 那呂造是一個可變的 然後它是一個0 那其實只是0嘛 然後經過這個Forg圈的處理 我們把所有的值 加總 就疊加起來 然後得到一個呂造 所以 就會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這個結果就會是 就是55 就是一個正確值 就是我們 當我們List 是1到10的話 那結果就會是這樣子 那這邊 介紹一個可變的一個 一個韓式 叫做Reduce 那 Reduce 它是 Reduce 它是這樣用 它裡面 需要兩個 兩個 這個 參數 一個叫做 ACC ACC就是 加總值 那 I呢 I就是現在這個值 那 它會做什麼 是 它會做 ACC加I 也就是它會疊加 那 Reduce 的ACC 一開始 預設的ACC 就是 第一個 所以它會從第二個開始加 所以它會這樣子加上去 那我這邊 沒有畫圖 如果有畫圖會更清楚 那其實 Reduce有一個兄弟 就是叫做 Fold Fold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0 就是它有帶一個初始值 那 因為 篇幅關係所以把它拿掉 那 所以 我們這邊用的是Reduce 就可以把 這個 加法的東西 就是 我們剛剛說 上了一個動作 去把它加起來 那 其實在 在 在Quarter裡面的 Standard Library裡面 有提供一個 更簡單的一個方式 叫做 上 那這個上就是 它可以把這個list 去把它 加起來 去把裡面的值 全部都加起來 那 所以這個上 就可以做完 剛剛 做的事情 這樣子 reduce 要做這麼多事情 那 上 只要做這樣子 就可以把全部都加起來 那當然 其實 如果要做一些 這個上 我們有時候可能不是只有 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 integer的list 我們可能是一個 一個class 可能一個deluxe 它是包在一個裡面 一個物件裡面 其中一個parameter 那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能可以用上百 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用 我們剛剛前面用的是 reduce之類的東西 來去做一些變化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用的 所寫出來的程式碼 都會是比原本來的少 好 那 看一下這個合併的這個圖 就是 我們傳進來的是一個list t 那經過我們的轉換之後 那會得到的是一個r 那這個r就是 經過它可能 經過壓縮 或經過它處理之後 它會得到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它就不是會是list 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學習到了 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有 三種類型的函式 分別是 剛剛前面提到的就是 filter 我把它切到前面了 就是 filter filter是 把list 經過轉換之後 然後回傳的值 回來的型別 也是一樣的型別 那 第二種是 存值 form 轉換 轉換就是 把帶進來的值 帶進來的型別 經過轉換之後 它會變成另外的型別 那它還是list 那第三種是 combine 就是合併 那合併呢 就是 它把帶進來的值 經過轉換之後 它可能會變成一個單一的值 它就不會是list 所以 有這樣三大類型的函式 所以 接下來我們就會用這樣子的函式來去做一個組合 就是 針對 針對這些 我們可能會遇到的需求 會用這樣子的函式來去做一些組合 搭配 好 那 剛剛講到的那些東西就是 我們來稍微複集一下 就是 第一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第一個 它有一個pure function 就是它有存函式 那這個存函式呢 就是 它 傳進來的值 一定會 每次護教都會是得到一樣的結果 所以 我們就不用在乎說 我們會不會 因為裡面中間有哪些stay 導致它可能會不同的結果 我們會需要去check那些stay 來去得到說 我們會去得到哪些結果 那第二個是 它有高階函式 所以我們可以在每一次的函式當中 把這個我們要的動作 當作我們的變數傳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樣子的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函式的數量減少 甚至我們就可以不用寫 特別寫一個函式來做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用它裡面內建的 coating內建的一些高階函式 來去做一些處理 對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剛剛有介紹的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有三大類型的函式 分別是Builder 分別是還有Transform跟Hunbi 這三種就是分別對應到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眾多函式 那我們現在要看看說 那Functional Programming它有什麼樣的優勢 那我們一樣同樣用一個例子來看 就是這邊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操作 假設有一個Data Class 叫做Score 那這個Score呢 裡面分別是有包含幾個東西 就是名稱 Sasee一個String的Type 然後可能有另外三個Integer的Type 分別是Mass,English跟Chinese 可能就是有三個數學 三個層級的Integer這樣子 那我們用一個List來去儲存 儲存這個分數 那分數可能是 比如Andy可能是80,70,90 然後Colin可能叫做70,80,90 然後這邊有四個人 有這樣子的一個分數列表 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把數學成績最高的前三名找出來 然後我們把它轉換成Map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把前三名找出來用Map 所以我們首先我們先定義 我們的韓式名稱 那這個韓式名稱 我們可能會叫做Sort Math to Math 這樣子 那我們Input的值會是什麼 我們Input會是一個List Score 所以我們帶進來的是一個分數的一個列表 那這個列表呢 它是一個List 那我們希望轉出來的是一個Map 轉出來是一個Map 那分別是用它的名稱當作Key 那它的分數當作一個Value 那我們會怎麼樣做呢 首先第一步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先把這個List先排序 排什麼序呢 用什麼排序 我們先用數學成績來排序 所以在這邊我們用一個叫做SortedWith這個韓式 那SortedWith它是一個韓式 它是用來做一個排序的動作 那後面呢我們可以帶入一個叫做Compare By Compare By 帶入的是一個 一樣是一個這個LanderExpression 就是一個利益比韓式 我們用這個ItMath 來做一個比對 所以呢它帶進來這個List 它會知道說它裡面的It就有包含這個Math 所以它就可以用It裡面的 應該說用Math來去做一個比較 所以它就可以比出來 但是這樣子的動作它是由低到高 也就是說它是從分數低的到分數高 所以這個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Reverse 就是把這個結果反向 所以在最前面的就會是分數最高的 然後接下來是分數比較低的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動作 就是我們可能希望 因為我們希望是回傳是一個Map 所以我們在這邊定義了一個可變的Map 所以用MutableMetal一個韓式 那這個韓式呢就是它的Key是我們回傳的一個String 它的Value是一個Integer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叫做是一個ScoreMap 那同樣的我們下面是用一個Fore圈來去看這個List的值 那因為我們已經把這個List排序過了 所以我們用排序過的這個值來做一個轉換 所以經過轉換之後 我們把這個值把它塞進去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值 所以我們把這個值傳出來 所以這個動作跟我們前面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我們用Foreclaiming的方式來去做的話 就可以變得比較直覺 比較簡單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把它排序 用由高到低的方式去排序 然後第一行就解決了 然後第二行是我們希望去取前三名的東西 所以Tag3的第二個動作就解決了 那第三個是我們希望把它轉換成什麼 名稱跟Maps的一個組合 那我們知道是Maps 它是把我們的Score轉成一個Maps 所以這邊是配合的一個組合 那最後呢我們把這樣的一個List 這邊到這邊還是List 把它轉成一個ToMaps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我們的Maps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會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是一個Filter 然後這邊是一個Filter 然後Transform跟Transform的一個結果 然後分別是這樣子ReturnType 那其實如果我們用ID來寫 它會告訴你說其實這個可以改成Associate 所以哇 又變更簡單 只要三行扣 如果扣掉這個列印的這行的話 只要三行扣就可以解決我們複雜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一再講的就是 當我們宣告一個韓式裡面做很多事情 那這個叫做命令是 我們希望我們的城市做哪些事情 這個城市要怎麼樣去做 就是How How you to do something 你要怎麼樣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用Function for Gaming呢 它就變成轉換成你的思維要改變 就是你要怎麼樣告訴城市要去做哪些事情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呢 Why you do something 我們要知道是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這有點事物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一些細微事情 我們要不要用回圈啊 要不要定義臨時變數啊 我們就不管它 我們只要告訴他說 我們要做哪些動作就可以了 所以有一本書叫做Functional Thinking 這個作者叫做Neil Ford 他說專注在你的結果 不要在每個步驟上面 那這本書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它很薄 那所以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就是其實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就是它用高度的抽象 來去實現我們的需求 就像組合期目一樣 我們可以挑選我們要的Function來去組合 那第二個是當然語意就會更清晰了 那第三個我們用的是存凡式 所以它沒有可變資料 沒有狀態可以變更 所以我們可以很確定的是 我們呼叫到的結果是唯一的 就是我們確實想要的結果 好 那接下來是一些coating的 韓式的東西啊 我講快一點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Functional 就是coating的Functional 是Top Level的 First Class的 所以我們可以定義在外面 所以這樣子我們不需要在 韓式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那接下來是Extension Function Extension Function 就是我們可以替我們的 就是我們某一個類別去擴增 它新的韓式 譬如說我們針對這個String 可能擴增 一個叫做PrintMe 然後可能針對這個可空的String 擴增一個韓式叫做 ToNormalString 就是它不會是空的字串 所以它的型別會是String 那做了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 用這樣Extension Function 來去做到我們原本韓式沒有做到的事情 所以在coating裡面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是有這樣的優勢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Function的事情 它提供很多優勢在這邊 好 最後最後最後講一個這個Aerror韓式庫 就是Aerror韓式庫其實是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在擴增 就是針對coating的Standard Library 在擴增的一些東西 那所以其實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的是 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coating的Standard Library 有很多的Function 那Functional Programming 其實不只是這些韓式在做運作 那Functional Programming有一部分是在做Aerror Handle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一個叫做Aerror 一個韓式庫 那首先第一個 不是第一個 就是我就講這個 Aerror Code Aerror Code就是它是用來擴充這個 用來擴充我們Functional Programming在coating的應用 所以先定義現在是1.12最新 那有一個叫做Ether的這個類別 那Ether可以做什麼事呢 Ether就是它可以把 它可以同時存兩個值 左邊是錯誤的值 右邊是正確的值 所以這個韓式呢 就是我們想要把String 轉成大寫的String 那但是我們帶進來的值 是Nurable 所以Nur的值是不能轉的 那我們就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是可以轉的 我們就變成大寫 把它轉到右邊 那如果是不能轉的 就趕到左邊 然後我們告訴它這個String是Nur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東西了 可能先定一個類別 然後把它把這個值帶進去 然後第一個值是ABC 我們就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它是EtherRightABC 它值是ABC 那如果帶進去的是Nur 它自己的空值 它就會變成EtherLeft 它會被存到左邊 然後它裡面的值是InputString isNur 那你可能會想 那它是存Ether我要怎麼樣使用 我們用這個GetOrElse GetOrElse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個 它也是一個用大怪號包起來的 所以它也是一個高階函式 那這邊的內容就是我們要它的結果 所以就是如果我要取得這個值 或是取得這個值 那因為我們ABC 就是我們這個UpCaseString 已經有值的嘛 它已經有ABC 所以它可以直接得到ABC 那如果是NurString的話 因為它是Nur 它沒有值 它是Left 所以我們用GetOrElse 它就會走到Else這邊 走到456 所以 用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避免叫NurPointEcession 找到我們的ArrowHandle 好 那做個總結 就是我們存Ether可以讓我們韓式呼叫 可以更可靠 那我們可以用這些高階韓式 我們把我們的動作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讓我們有更高的可讀性 那我們關注點 我們城市的關注點會改變 就是我們從How 我們要怎麼樣去完成這些事情 跟我們要用哪些東西來完成這些事情 這個觀點會改變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可能會用更高的抽象 來去實作我們的需求 更高抽象 所以就是用那些已經幫我們 Corting已經做好那些類別 就是那些韓式 那錯誤的處理更容易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Else的韓式庫 好結束 那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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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orting Standard Library標準韓式庫裡面 有200多個韓式 在這本書裡面 我有幫忙編 好 講完了 好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現場開放一個問題 後面先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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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其實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一下你 第一個就是關於 Functional Program 你在實作中的應用 你在你的工作中的Project裡面 會不會去用像一些Rx的這些Library 還是說用剛才的那個Library都已經可以做到 就是不需要再用Rx的 因為外面有很多Rx的一些Library 然後Rx的那個 其實我覺得是看需求 因為這個就是比較 像Corting Standard Library 它是比較著重在這個Collection上面的運作 所以針對那些運作 我們可以用那些方式來去組合 其實它裡面就已經提供200多個去韓式 針對這些運用來去使用 所以如果沒有其他的運用的話 就是單純處理這個ListCollection的方式的話 用原生就可以 那剛剛提到的Error的話 就是我們如果要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是用 因為原生是沒有這些東西 像Either或是Option 或是一些 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業界很流行的一些Class 他們會用這些Class來處理Error 這個在原生的Corting的Standard Library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用其他的第三方的Library 那現在最多人用的就是這個Error的Library 那剛剛提到Error Code 就是它主要是用這個來去做這個擴增 那剛剛講到Rx 我覺得Rx可能它的功能更強大 可能如果說你是為了要做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話 或許你不一定需要用Rx 因為Rx它的功能比較強大 好 非常謝謝Andy的演講 那其實在最後再提醒一下 就是今天的議程如果跟三位講師有合照 任三位講師有合照 再加上任何一個題目的話都可以 背包還有限量的那個陶石杯 但是這個是限量有沒有就三個獎品可以提供 所以就是要搶也要快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下一場是在45分喔 這個就你是投影片 其他都是PPS 喔 對 因為那個他們的人跟我們說 就是建議我們用訓練 喔 所以我全部都建議他們的 反正他剛好也有提議 OK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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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喔 你延似很多欸 你延伸很多欸 實常很多 真的嗎 好 好 喔 他说英文 你是因为衣服吗 没有啊 就是我们 反正我们志工就是 如果演讲的话 就是大家来协助一下 然后 平时该玩玩该自己 都会 好 那 先跟我们讲 然后 先加一下我的脸书 很抽象的 好 先找哪一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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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是 对 你 可以 是 好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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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那今天我要来聊的话题是 Colin的五个四大天王 我们来聊Colin的Scope Function 那首先还是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就像刚刚彦斌讲的 我一开始写程式的时候 是接触那个PHP这个程式语言 用来写后端 那PHP这个程式语言呢 我觉得他快速开发的时候非常棒 可是他在遇到一些情境 比方说今天我们可能要处理非同步的需求 可能有一个人进来他会读档案 那读档案的时候 我希望他不要被读档案这件事情阻挠 我要他能够先处理后面来的用户 那这件事情在PHP这个程式语言上就非常麻烦 所以我那时候一边研究PHP这个程式语言 一边我也在找寻 就是说如果遇到这个情 遇到刚刚我讲的这种需要非同步的情境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案 那我在找了一阵子之后 我从2019年开始接触Colin这个程式语言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是我觉得很优雅 然后很棒的一个方案 然后呢 下面就大概我研究Colin 然后在一些各大年会或者地方的经历 就我在2020年的JC.com的时候 介绍了Colin的Coroutine 那2021年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 台湾Colin User Group管理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接手下来 成为了台湾Colin User Group的管理员 然后2021年我讲Cater 这是一个Colin网页后端开发所使用的框架 然后再来是在2021年Macam 我分享了Colin的自动测试怎么做 然后还有就是2021年的Colin中文开发者大会 这是一个线上的活动 我们跟香港还有中国等等的Colin开发者一起讨论 就我们对Colin开发的一些经验等等 好 那讲完正题了 接着我们要讲Scope Function Scope Function呢 这个概念可能大家很陌生 因为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Scope Function 那Scope Function到底是什么 在官方的说法是 Colin标准的Library里面 它就包含了这几个Function 那它的主要的目标是 去在一个Object的Context里面 就我们今天进来一个物件 然后我们在这个物件底下 我们执行一段Code 这样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 很模糊啊 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它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段Code 大家有没有人可以想出它在做什么 想出来可以举手 回答看看 好请说 没错 大家鼓鼓掌很棒 回答 就是我们先做好了一个List 然后这是一个可以更动的List 可读写 所以为什么要可读写 因为如果我们做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List 那我们就不能做后面的动作 它第二 在它做的动作是 我们在1,2,3这个List 我们加入两个元素 4跟5 然后再把1这个元素移除 所以我们在Printline的时候 最后一行就是把这个东西印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阵列里面 它有2,3,4,5 但是没有1 因为被移掉了嘛 那这样的写法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说Colin这边觉得 可以有更好的写法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程式嘛 它都是处在我们建好的 Numbers这个List上面 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某种写法 就是说这一段code 全部都在对Numbers这个List做事呢 可以的 我们可以这样写 就是我们将 Numbers这个Object的Contest里面 所操作的操作 加元素减元素 全部写在一个scope的function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边所定义的scope 它内部它所操作的元素 就是这个Numbers 那我们在这里面加加减卷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大瓜湖内 就不会有人有疑惑说 这个大瓜湖内的东西 是对谁操作 我们也不用担心说 这一边Numbers 然后少了一个S 不对它操作其他元素去了 打错一个字 你就操作元素完全不一样了 就可以避免掉这个问题 好 那这样子的做法 它可以让我们程式的意图更加的清楚 那我们呢 scope function到底有几种 其实我们今天就来 简单的把它区分一下 用 我们这边会用几个二元的方法 来区分scope function的不同 其中一个不同是 scope function它回传值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它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是我们的Lambda result 就是我们在那个scope里面 它跑完之后 它回传的值 那第二种是我们的context object 就是它跑完了之后 它实际回传的 就是我们前面的 被呼叫 呼叫scope function的那个object 我们来实际看一个案例 以这个案例来讲 我们像前面一样 我们宣告一个mutable list 然后我们呼叫了run 这一个scope function 然后我们加入两个元素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run的回传值 回传的其实是true 它回传的值呢 其实是我们add5之后的 Lambda result 可以消化一下 就是其中一种呢 是我们这个Lambda跑完之后 这一个的回传值是什么 我们的result就会收到什么 与其对应的是 像apply这一个scope function 那我们跑完了add5之后 apply的回传值 并不是true 而是它把这一个 numbers这个object 直接回传回去 这是scope function的两大类 其中一类是回传context object 其中一类是回传lambda的result 那透过这样子的区分 我们可以将 那个lambda function把它区分成 also跟apply 这两个scope function 它是回传context object 那如果是let跟run 这两个scope function呢 它回传的是lambda result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run 如果这边我们改成let的话 那这边的result一样是回传true 那如果这边是also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result 就会变成一样是那个 我们的context object 好 这是其中一大类区分的方式 另一大类区分的方式是 我在这一个lambda里面 我要怎么去call我的物件 就是我们在lambda里面 事不可避免的 我们一定会去call 我们原本的对应的context object 因为这就是我们lambda function 我们的scope function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物件底下 我们要做什么操作 那我们要怎么call它呢 有两种方式 其中一种是用it 这个关键字去呼叫到这个物件 另一种是用list 那list的话我们就可以省略掉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在我们的范例里面 没有看到list的原因 比方说像let这个函式 它是使用it这个关键字的 所以我们在里面 我们要取得numbers的话 我要对numbers做操作 我们就会用it 那如果我们选用另一种 就像我们刚刚的run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刚刚run我们都 我们只有看到add 我们并没有看到list什么关键字 这是因为呢 list这个关键字 在这一个情境之下 是可以省略掉的 我们可以直接写add 就可以直接对它进行操作 透过这样的区分 我们又可以再将 我们的scope function 区分成这两大类 let跟also是针对 它里面的关键字是it run跟apply是list 所以透过这样的区分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scope function 确实有四大天王 因为我们用两个二分法 画了一个矩阵出来 那 例如说像let 那我们就知道 它的那个操作里面是it 然后它回传的是lambda result 那如果是also的话 大家试试看 那我们要操作的关键字 就会是it 然后它回传值会是contest object 对 那我们再试一个 如果是run的话 那它里面的关键字是list list的话就代表 它是可以被 可以被省略的 那它回传的只会是 lambda result 好 这部分就是我们 scope function的四大天王 那还有它们对应的使用场景 会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刚刚讲完了 那我知道它是 有这样的语法特性 可是它是怎么使用 其中一个let这个字 我们有没有人知道 它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上面有写让跟令 没有你这样子讲 其实不好不清楚 有没有 例如说我们可能用一个 英文句子来 就是解释这个字怎么使用 let's go 就是说我们要走了 就let's go 对不对 好 那这一个let 函式它在命名这个的时候 其实它就注意到 我们要让这一段的 程式语法要更容易懂 所以 let这个函式我们通常会用在 我们对物件进行操作 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let这个scope function 你看 所以我们先定义了一个 这是一个不可更动的list 123 然后我们将filter掉 我们将 大于1的元素 我们都把它 那个大于1的元素 filter进来 然后再来我们做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元素 我们都把它印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 这一段程式 它的语法就变得非常清楚 就说我们就是 let it be printed 的感觉 然后它的函式写起来 就是let挂号 一个print line 然后it放进来 所以它在语法设计的时候 它就已经注意到 我们对物件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去命名这个物件 所以我们let里面应该要用it 而不是用list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list的话 你就要常常把那个list打出来 然后就要多打两个字 很不方便 好 然后另一个let的用法是 我们在程式里面 常常要判断 我们的程式码是不是诺 那我们过去的写法 可能就会 if这个等于nord的话 我们就把它reject掉 或者是我们就 不做下面的某段式 else我们才做下面的某段式 但是在coli里面呢 我们有另一个东西 就是问号点 这一种operator 那我们可以搭配 问号点这个operator 往下进行操作 怎么做呢 我们可能收到一个string 那它是一个 可以为nord的string 可以为nord的string 在coli里面要特别的标记 所以我们会后面标一个问号 代表它是可以为nord的 那我在计算它的长度的时候 我 首先我先判断它是不是nord 如果它不是nord 如果它是nord的话 它就会不做后面的事情 那如果它是nord的话 我们就让它执行let的部分 那let的部分 第一行我们先print line 就是印说 我们已经cull到let的函式了 那第二行我们做什么 我们呼叫了它的lens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 因为let 我们来回顾我们刚刚的矩阵 let它回传的是一个lambda的result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最后一行我们写it the lens的时候 它会回传出 这个string本身 还是回传它的lens 回传它的lens 所以我们的 这个value 就会拿到这个string的lens 它的读起来就是 如果这个string它不是nord 那我们就let 印出这个string 然后再来是取得它的lens 并回传 所以它程式变得非常的易读懂 好 这是let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讲apply apply这个东西 我们通常拿来做什么 可以用来做物件的初始化 比方说 我宣告了一个addon 那我一开始可能 他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constructor 他只有允许我写他的名字 但是我还想要写入 他的age跟他的city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可以用apply这个函式 然后我在里面写 age.20 city它居住的城市是london 那这时候 这个写法等同于 我写list.age.20 但是我可以不写list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list是可省略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我们就变得很简单 因为我在这个物件里面用apply 我想就对这个物件操作 然后我将它说的 我想要写入的 optional的attribute 全部写在里面 他读起来的语法就像是 apply age and city to adam 这个person 所以他读起来也非常好懂 第三个 就是run run这个函式 就如同他英文的意义 就是我们拿它来运作嘛 就是我们打算run on 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用它来对这个物件做初始化 同时对它进行操作 像我们在mutable list 那我们对它做一些初始化的 我们对它做一些操作行为 我们对它增加两个元素 run at 4 at 5 on这个mutable list 然后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一定要呼叫这个物件本身的时候 我们还有list这个关键字可以打 所以不会说 啊糟了我 它都可省略 那我print line 后面就没有办法打 任何呼叫这个context object这个关键字了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list来打 好 最后一个叫做also also就是它的那个跟它的字一样 字意一样就是 我做了什么事情 also我也做了什么事情 它可以用来做一个附加的操作 比方说我宣告了两个变数 然后我要将这两个变数对调 过去可能大家都学过嘛 就是说我先写一个 那个变数c 然后将a倒给c 然后b倒给a 然后c 原本装着那个a的那个c 再把它倒回给b 这两个变数就交换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不要这么做 我们用a点a等于 a等于什么呢 b also b等于a b等于a这一段会先运作 它会运作起来 它会把那个a这个变数倒进给b 然后also会回传什么 大家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了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矩阵 also它会回传什么呢 来大家看着讲一次 它会回传 context object 所以我们 这个b它会回传 b点also b等于a 它会回传什么 一开始的b 所以就变回传2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那个a就拿到2 那b最后就拿到1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样简单的一行程式 我们就可以把变数兑换了 那它读起来好不好懂 也很好理解 就是把b assign to a also我也把a assign给b 所以这两个变数自然而然就会对掉 好到这边先暂停一下 各位有没有问题 针对这4个 那个scope function 有问题吗 有请说 b的只会先被抽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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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最后回传的是context object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走 那 刚刚我已经讲了 可是 可是我刚刚不是划分了一个矩阵 然后讲得非常严密了吗 就是 对啊 二分法 这边两个 那边两个 那scope function的4个就都讲完了 其实还有第五个scope function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四大天王常常都是有五位的 这个梗 对啊 在各个漫画里面 每次四大天王打完了 就有第五个邪恶大魔王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都排五个 好 这个第五个scope function呢 就是with这个scope function 它的语法非常 为什么把它独立于其他四个来讨论 因为它的语法非常怪异 各位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个 这是在卡里面特殊的语法 叫Diaclass 它类似于Java里面 我们叫Plane Old Java Object Pojo 它的用意是 我建立一个物件 它只有一堆attribute 还有Saturn getter 就是说我有一个物件 它专门用来装资料 它就像Pet 它有名字 它有年纪 可是我没有对它做特别的方法的定义 我没有要它Bark 我没有要它什么 我只要它记得自己的名字 跟记得自己的年纪就好了 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储存资料的 一个物件形式 在不同语言不同称呼 有的叫做Value Object 有的叫做Data Transfer Object 有的叫Data Access Object 不同名字 但意思是一样的 那今天 首先我们先建立一个Pet 它名字叫Luna 它的写法是这样 With这个Pet 我们可以print它的name 这个语法 如果透过我们的矩阵的话 它勉强可以放在 历史这一块 然后对应的是LambdaResult 所以它跟RUN是放在一起的 可是它的使用情境 跟RUN又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如果在这个情境下 我们用RUN可能 我们会觉得 它的语法并没有那么清楚 就是我们更多的使用是 我有一段程式逻辑要运作 但这一段程式逻辑 它只跟这个物件相关 就是我是针对这个物件做 我是要拿取这个物件 做一些操作 但我不是要修改这个物件 针对这个物件 做一系列的运行 所以我们就用with这个function 其实这是语义的判断 就是你觉得在什么场景 你用with写起来 别人会更好看懂 什么场景下用RUN写起来 别人会更好看懂 所以我们通常with这个scopefunction 我们会把它用在 我要执行一段程式 然后这段程式都会用这个物件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使用 好以上那scopefunction其实不太好记 所以我们这边稍微有一个简单的记忆的口诀 第一个就是scopefunction里面用A开头的 它都是回传context object 比方说apply 比方说also 那另一种呢就是 除了apply跟also以外 还有RUN跟with 它都是用list来取得context object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简单语法 叫RUN withList 这很常讲嘛 就是对啊 你用这个跑 RUN withList 然后另一个就是 有两个function都是用it的 就是also跟let 所以我们就 also let it be 就let it be 是一个骗语嘛 很常使用骗语 然后also 所以also跟let这两个 scopefunction 它都是 存取的context object的关键字 都是it 用这样的方式 可能就会比较好记说 在哪一个scopefunction里面 它进行操作的时候 是使用哪一个function 这样子 好 那今天我分享就到这边 然后顺便还是要宣传一下 那如果各位听完 这个分享 觉得Colin这个程式语也蛮有趣的 对啊 就为什么会有这么scopefunction 这么有趣的设计 那为什么会有diaclet等等 那你想要学习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那个 Colin.tube这一个官方网站 然后那个它里面 我们会举办读书会 然后练功房 可以让各位练习 那再来是因为就如我自界的时候说的 我是台湾Colin User Group的host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GitHub网站 那欢迎大家就是扫这个QR Code 然后点进来看 里面有一些教学的资源 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活动的记录 也都会贴在这里 各位扫好吗 好 那如果 那个各位想要更及时的获得一些资讯 那我们看看User Group 还有一个脸书的粉专 那可以扫描这一个 来大家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进来 最后是这一张 其实是这样 是我最近呢 因为我们在推广活动的时候 然后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要收一些收费的演讲 那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 那个就是像Makon他们是举办了一个 这个他们是叫什么基金会 那我们不是用基金会形式 我们是用公司的形式 未来如果要举办任何跟Colin相关的收费的演讲 或者收费的活动 我们可能会透过这一个 那个这一间公司的名义 去进行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是我跟我朋友一起想的名字 叫Tugate 叫Tugate资讯公司 那大家可以掃描一下 然后那个点个赞 以后如果有任何 Tugate资讯公司举办活动 我们都会在上面公布 好 全部讲完了 那现在是Q&A环节 请说 所以假设今天我的方式 我穿了三个纸 ABC 那它都是Noable的 那 如果我用问号点的方式 对 去执行 那它 跟我一开始去办那 if它得了 就return 嗯 这个怎么讲呢 它的效能上会有影响吗 应该说 假设我用 let 很好了 let 就等于说 A. A问号点let 然后它B问号点let 再C问号点let 对 对 那这个如果我写成 if A等于No 或是B等于No 或是C等于No 我就直接return 这两个方式比起来的话 它们的效能上会有差异吗 效能上 逻辑上是不会有差异 为什么 因为 例如说你用if A等于No 那我们就把它return掉 那 那如果你 刚好A等于No 那所有 它就不会再往后判断B跟C是不是No 对 那如果 它往后B有可能是No 跳掉了C就不会再进行判断 那如果 透过用let 用scope function这种写法 它其实一样的 就是第一个变数 如果它是No 那我就是不会执行整个let里面 也就是说我也不会去执行B与C的判断了 对 那我执行完let之后 我在let里面 我在做 针对那个variableC跟variableB variableC是不是No的一个判断 嗯 变 你说if 包if 包if 嘿 有可能 但是这不是很重要 因为 你如果是 Early 你如果是那种 Early return的方式 那 其实你也可以用if 包if的方式写Early return 他的bycode会长得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 好 喂 我想问就是if跟lis 就是他们两个会不会有实质上的差 就是会不会就是可能可以操作方式的差别 或是对原本 原本那个传实距进去 那会不会对原本的实距会有一些差异 或是lis传进去 或对lis的差异 你说lis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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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旁边的这两个 就如果我用lan跟run 然后 我会 嗯 这样子使用下的话 会不会就是我对原本的物件会有所差异 呃 你说如果 如果是led跟run 两个比较的话是不会有 是不会有 对是不会有 因为他最后回传都是lambda result 对原本的那个 你说对原本的物件会不会操作 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不会有 就是可能改变他的纸 或是原本没有改变 后面有改变 或是穿纸 或是那个 壁纸会有改变之类的 对 那现行的解法是我们会把it 呃 你说it 附一个名称 呃 也可以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解法 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解法是 呃 你可以将一个function的逻辑 说得比较小 因为你说是一个物件很复杂嘛 对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物件 其实他本来就是做很多事情的 嗯 这太多事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把它 拆小的 做成很多个小物件 很多小类别 那每个类别要做的事情都很单纯 嗯 如果这样的话 呃 Colin也蛮鼓励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像 这一种函式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是不是一路点下来 那我们可以保证 他是一个 呃 expression name 的这种 这种function在Colin里面 他是可以省略到大括号的 所以 在Colin里面很常看到 就是一个function name 他等于 然后下面一个表达式 例如说 plus 他就等于a加b 没了 就我们其实将逻辑缩限的很小的时候 你的程式 第一个你的程式本身会更好读 第二个是Colin也鼓励你这样的语法 可以变得更加简洁 你就不要做那个 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 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当你在做 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的时候 你已经注意到 因为一个score function 是对一个物件做操作嘛 那是不是代表 这个物件本身 他可以有一个function 就是这个 这一整个score function 内该做的事情 而且这个东西很可能是 可共用的 因为score function 对啊 你就不用整整一直 剪剪贴贴那一块 score function 整包的内容了 对 好 那我们 呃 呃 超面那位男生好 不好意思 慢慢来 嘿嘿嘿 我现在转对 因为他是用 lis作为 那个物件的名称 对 那 如果在class里面 那個lis 会指谁 用 在class里面做lis 吗 嗯 那lis 會是 高方向的 那个物件 还是 嗯 这个lis 它的物件不是 不是外面 呃 这整个物件 就是不是说 写这个程式里面 那个物件 以这一行来讲 这个lis对应的 的那个 内容是 这个mutable list 这一个list 不是 这整包程式里面 外面那个class 对 所以 哦 我答案你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这个lis 关键字跟外面的lis 关键字 它的对应的指射对象 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要指外面的那一个lis 如果你要指外面这一个 如果你要指外面这一个 应该有别的写法 但我没有写到这一块 欸你你 哦 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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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个 那个女生她等很久 不好意思我想要问一下那个 also 就是我有一点不太理解 also 那边的写法 嗯 他是在 比如说 b. also 之前就先把b的context after 2 出来 还是怎么样 然后先执行后面的b 嗯 嗯 对 不过 我觉得这种 因为他顺序 就是他顺序有时候蛮让人搞混的啦 所以后来是直接把这个当作一个phrase把它背下来 就是你要两个变数交换的时候你就 写a等于b点 also b等于a 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很挑剔他的顺序的话 你可以想附加操作本身 因为他是also嘛 所以他其实照顺序来讲 应该是先执行前面的事情 可是 在这里面的context 他拿到的是原本的context 他不是先执行完了之后 再把 那个 那个 a 就是已经 只是2的a再往后送 因为如果你 任何一个先执行 其实a跟b都是不会对调的 对 好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那个with with 你 这个with是不是就是没办法做none的判断 none的判断 对如果是none的话 他直接进去这样会不会问 呃 有可能 所以这样我前面是不是 还要加 比如说 pet 然后问号点let 然后再点with 对 如果你 如果你用这样的话 你或者你可以用传统的e-fu pet等于none 我就把它return掉 这个写法在colin里面依旧是支援的 就是说我用with的话我必须确保他不是none 这是一个 另一个是 因为 我们前面有说过 colin的那个 宣告的时候 如果你 这个值可以为none的话 你要特殊标记 所以如果你不标记 所以如果你不标记 你直接只写value str 等于string的话 那这个值天性自然而然是不能够为none的 所以你其实不用做这个判断 对 嗯 但有时候就是物件他传进来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是none 如果colin会在compile阶段帮你解决掉这件事情 如果你传进来东西有可能是none 但你却把它装在了一个 你没有写问号的一个变数里面 在编译阶段他就告诉你说 这样的写法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说 如果我前面 宣告了一个 那个pet 那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类别是pet 我没有打问号标记 他可以为none的话 我一定不会拿到none 那刚刚我是不是用那个run 比较好 就是run可以直接判断是非none run也没有啊 他这个操作也没有判断他是不是none 我们说判断是不是none 我们是用问号点的方式 对对对 我就用问号点run 也可以也可以 就看你认为哪个写法 余逸更加清楚 差不多了 好 好 好 就是 因为我content不太熟悉 所以刚刚听完是不太懂run跟waste的使用情境 所以我好奇是不是 就是 其实抗令写很久的人 自己都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区别 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各自说法 以至于可能在con review的时候 会吵架之类的 有可能 这个 这是很好问题 就是con review的写法 其实我认为更应该说是每个团队之间要互相的协调 比方说变数真的是小写开头 然后就是camel case吗 还是我就全小写用底线做区隔 然后我的排版是用tab还是space 等等的这些问题都会是团队之间内部要协调 那像我刚刚讲的 我讲的只是在colin官网上的一个推荐 那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没有 就全部都用let我一定都做得到 因为除了回传的内容不一样 跟里面的操作关键字不一样以外 其实是都是程式逻辑你电脑都跑得出那些结果 那我就例如说我全部用run 或全部用let都可以啊 但是你这样子写 对其他来看的人会不会觉得这一段不够简洁 语法上不够清楚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需要整个团队内部的讨论 好 好 这样有个问题 来 来 江泽 你好 我是畅宏 我想 刚才有一支在听 刚才有一说also 回传是一个contest 然后有听到contest object 但如果没有听到你解释contest object 这个东西 你可以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 那可能我前面没有说得够清楚 什么是contest 例如说在回传lambda result的版本 他回传最后回传我们的result这一段 他收到的是true 这个true是什么 不是这个numbers 因为numbers显然是一个正列 对不对 ok 那这个true其实是add5这个function 执行完之后它的回传 对 就我成功的把5这个数字加进去了 所以我回传true 那相对应的 如果我回传contest object contest object contest object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numbers apply之后 的回传值是什么 是我的numbers 对 好 这样可以理解了 好 不会不会 还有问题吗 嗨你好 我延续跟刚刚有问题 那如果他在add4 的时候 他 我听不太清楚 我延续跟刚刚有问题 就是如果他在add4的时候 他出现error 他会直接在那里 到那个JVM的 accession吗 accession吗 你说在score function内吗 对 会 会 会抛accession出来 因为显然我们的score function 没有特别对这些accession 做error handling 所以他就一路抛回来 你是问这个吗 对 还是你想再问问题 好 没关系 好 那 蛤 有的 混淆 对 有官方在讲score function 这里面他有标记说 就是每一个function 我建议你要怎么使用 对 使用的场景是什么 但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可能团队 为什么说团队之间 还是要磨合 是因为可能有些团队成员 他说可是我觉得官方说的 解读上跟你 你的解读跟我的解读可以不一样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团队的磨合 嗯 好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是再次说一下我们的活动 就是跟三位讲师合照 加一个提问 就可以得到我们新量版的背包 跟和温陶瓷杯 那这个其实很抢手 依刚刚拍照跟提问的频率来看 应该是数量甚 没有很多了 对 但也别气馁 其实这两个东西我都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当讲者就有了 所以如果他真的很想要这些东西的话 请联络Reka 对 你很有可能可以拿到这些东西 对 好 这个如果觉得拍照 那个跑一跑去很辛苦的话 就直接来找我报名当讲者 我们会送你一套 好 今天谢谢Reka 好 下一场的演讲会在一点 所以就是在一点再进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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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辦這個活動的技巧真是對的 以你辦活動的方式我覺得我還要拍很多 對 這是你有考慮過在辦第一條協大的活動 你講的應該是一路用點 而且它其實也可以有點像剛剛寫的那個 其實有一個我們講Operator還是什麼 不是人家是Google還可以直接 其實你可以把很多個一個Subscriber 一個Objective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也可以把一個Function寫在一個Slow 所以我覺得它很重要 你講完整個Subscriber 對 這是什麼 他就在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 他的做法是 你還是不想要認識的衛生 衛生 你這個時候 是有幫忙 對 就是 那你要知道 那你要知道 要自己先到 但是在他裡面就是這樣 他有另一種方式 可以用正經驗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你也可以再講一題 我可以再講一次說 我覺得 我們有辦法 講不完 所以有影片對不對 所以 他也會 他也會 你還會想要 他也會想要 他也會想要 你還是下午 哦 所以他把這件衣服做完 然後我已經超滿 我覺得就是... 因為... 所以應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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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是... 然後一次... 稍微一點 欸!吃飯! 因為我換唱歌的 然後割兩張 所以... 還有... 我... 不要... 我... 我... 你... 我... 他的作法... 就好了... 那你怎麼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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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 然後...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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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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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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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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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